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那么这一期我要给大家通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报信息 这个是情报信息往往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和不需观众的一个点 那就是我国刚刚已经囤积完全球一半的粮食了 也就是说全球一半的粮食控制在我们手里面 我们储备这些粮食 那么我们储备这些粮食干什么 是不是像一些曝光这个信息的日本媒体所说的 中国大陆自身的粮食产能不足 没有办法自给自足 还是说这是全面备战 那么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消息 第一个 中国最近两年突然大举进口粮食 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隐忧 当然这个是日美的不要提就这样 而中国的人口不到全球的20% 却储存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玉米等穀物 这或导致穀物价格极深 更多国家陷入饥荒 这是怎么回事 外媒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农业萎缩 跟美澳等西方国家关系闹僵等原因 导致中共正在悄悄囤积粮食 以备不测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预计到2022年的上半年 中国将拥有全球69%的玉米储量 60%的水稻和51%的小麦储量 那么 大家知道玉米 它是作为这个饲料 当然作为人也可以吃 人主要也是吃饲料 包括食品加工业当中的玉米 它是很重要的 水稻就是我们的日常的主食 小麦是做面粉 主要是北方同胞的日常的主食 当然还有你一些面包什么的 对吧 是主要日常的农作物 这三个都是农作物 农作物 它不是经济作物 农作物 那么日经新闻10月22日报道 中粮集团 是中共最大的国有食品加工企业 该公司在大连港经营310座大型粮仓 把从国内外收集的豆类和谷物储存于此 然后呢 通过铁路或船舶运往全国各地 中共粮食储备局局长秦玉云 11月称 国内将粮食库存维持在历史高位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 去年中国的食品不包括饮料 进口额为980亿美元 是10年前的4.6倍 2021年1至9月也达到了2016年以来 有可比数据的最高点 在过去5年中 中国从美国巴西和其他供应国大局采购 大豆玉米和小麦进口量猛增了2至12倍 牛肉猪肉卤制品和水果的进口量增加了2至5倍 日经分析 过去10年中国的食品储量增加了约20% 这清楚地表明中国继续囤积粮食 原因是中国国内的产量不够 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大米和小麦等粮食产量和农作物的耕作面积 在2015年前以后 触顶回落 日经引用中国农业专家 日本爱知大学名誉教授高桥武郎的话说 中国农田分散及土壤污染 导致生产效率不高 再加上农民工涌向城市 粮食产量将继续停滞 中国除了进口农产品还大量进行海外收购 例如2021年万州集团收购了欧洲漏类加工企业 2019年内蒙古伊利集团收购了新西兰大型鲁制品企业 中国人曾在中共制造的轮获 中共伪称为自然灾害 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 经历了粮食短缺 中国国家习主席习近平 不断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习近平称 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吃不饱饿肚子的记忆 日经分析 纵观历史 粮食短缺多次引发了民众动荡 从而推翻王朝 由于中共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关系恶化 中共现在面临粮食方面的不确定性 而这可能会促使中共增加食物储备的原因 日经还认为 中共的囤粮食造成各地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11月的食品价格指数 比去年同期高出约30% 中国的囤积行为是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 日本资源与粮食问题研究所所长柴田明夫所 那么当然了 这个消息 我看中国国内是没有报的 包括主流门户媒体 我是没见在报这个消息 那么主流门户媒体没有报这个消息 原因也很 也肯定是有些考量 老百姓知道了 中国没事囤粮食干什么 所以可见 政府也在 瞑瞒这个事情 那么为什么要隐瞒呢 会是不是像他们说 中国没粮食了 不是 不是 为什么 日经呢 我想各位 他主要是 对华也是不太友好的一家报纸 那么转述他的这个新闻的呢 也是这个反华媒体 所以他们会这么去说 但实际上 这背后 不是粮食短缺问题 而是说是战备 那么从 他的数据是从五年前开始的 那么五年前呢 正好是 2016年的三月份 习近平找到国防大学的 这个刘亚洲他们 要求研究 俄罗斯 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收克里米亚 这件事情 所谓的灰色地带冲突 这件事情 那么也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 习近平呢 就打算 收台湾 那么收台湾呢 他也已经预料到 美国和日本 可能会插手 因为我说过 解放军的扩军备战 包括祖国统一的这个伟业 他早就很清楚 他要计算进去 如果我们收 用武统的方法去收 那么日本 美国会不会插手 这个是 为什么这么多军事演习的 一个点 在这里 那么当然了 我说过近期 我们没有 没有去中他这个圈道 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一点的是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是不能够有任何犹豫的 该找到时间点收就收 当然我相信北京肯定会收 因为我说过 台海的 这边在建立的是香港的模型 建立完毕了 那肯定会去收的 但是说吃事不动 那么有些网友要说吃事不动 原来什么 那我可能可以分析 可能他认为 是不是 美国认 美国就什么唬你了 认为这个 你不打台湾 冷战就不会倒向乐战 一旦你打了台湾 冷战就可能变乐战 因为这里是整个西方所谓民主世界的富尔达缺口 台湾呢 也是认为自己是整个自由世界的所谓的民主世界的富尔达缺口 所以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顶纲顶到中共的最大的对立面去 顶到这个上面去 原因就是要把自己变成做世界的中心 就是如果说当年西德地区的富尔达这个地方被苏军和德军攻占了 被东德军队攻占了 那么整个北约欧洲将会失守 欧洲失守 那就是整个自由世界都完蛋 他是这么一个理论 所以说为什么蔡英文多次要强调自己 我不畏惧强权 我是站在了反独裁反极权的第一线 他也是在制造冷战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呢因为现在军委主席负责职 不像过去啊 你能我还能知道一些信息 越是现在不能知道这个信息 越代表了这件事情的紧迫性和严肃性 他的消息你现在得不到什么消息了 他的消息可能就习近平自己一个人知道 或者只是中央军委那几个人知道 所以这个消息他很难透露出来 所以我是始终相信北京会有所动作 因为对台动作 北京也早就已经计算到 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这个动作 那么我们也要担心一点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担忧 就所谓的美国所谓的海上封锁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啊 美国的海上封锁 我们只想到目光只想到了一点 可能石油或者是其他什么商品被断 但实际上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粮食 可能供给会有些问题 他可能在这里卡你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要扩仓 建大规模的建仓 进行粮食储备了 因为这个属于是战备粮食 大家明白吧 战备粮食 那么包括中国市场上这个什么猪瘟 这个里面有没有 美国贴着中国的这些生物实验室 在捣什么鬼 有没有可能性啊 搞你 大家知道怎么中国怎么老是 一会儿什么禽流感 一会儿什么猪瘟感 一会儿什么什么这个猪瘟了 那么美国贴的中国周边的这么几十几个实验室 有没有可能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我相信是有一定的 那么他对人都有 安格鲁萨克逊计划 那么对你的这些经济类的这种畜牧业的产品 有没有什么影响 有一定的影响 我个人感觉 难道生物的 它们也是生物啊 这些吃的东西也是生物啊 猪牛鸡羊 它也是生物啊 猪 对吧 好 我们是要囤积粮食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确实是认真地在做战备 五年前就开始动手了 在做这件事情 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大规模囤积石油啊 啊 我们 现在的石油的储量是什么 每天的用量要多出来一半 是囤积住的 也就多了一倍的库存 芯片各方面 美国在 制裁我们 我们也是在囤积这个芯片 所以说各位 你现在可以看得到 北京对全面这个战备这件事情 它是非常认真的 所以不要认为北京不会 在台海这里做些动作 我个人认为 它是在 要做动作 而是要等待一个时机 去做个动作 大家明白了吧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也是大家呢 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到底能不能自给自足 那么我想说的是 啊 现在 你如果说 啊 自给自足的概念是什么 如果中国人自给自足吃饱饭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 我们的粮食产量 啊 肉的产量 都是够的 不是说不够 什么耕地 面积吗 少了 现在 现代化农业 还跟你讲究 跟 跟地面积吗 那日本几乎 很多 它的这个 包括法国的农业 啊 法国的农业和合作社模式 啊 荷兰 国家那么小 啊 为什么 它的农业 还 不仅自己自足 还是新出口型农业 日本 日本的新 新鲜县的精品农业 我也去看过的 现在做农业 哦 跟你讲这么大的 根地面积啊 所以这种文章 他妈就是 不懂农业的 在那妈 瞎 七八扯 我们这里 有些懂农业的一些网友 对吧 你这个荷兰 法国 日本 国土面积大吗 不大呀 那为什么 有些 这个前者 还都是农业出口国家 为什么 这就是现代化农业 可能用地灌技术 或者说精品农业的 这些技术 啊 它 种植 不需要那么大的 土地面积 明白吧 包括现代化的养殖 比如说你养螃蟹 我不需要 说我要那么多鱼 那么多糖 我用水箱式的 一层一层叠起来 水箱我都可以养 它都有这个技术的 明白吧 啊 所以说它不用那么大的场地 不是美国那种 大农场的那种概念 和澳洲大农场那种概念 懂吧 所以粮食我们自己 自己自主没问题 只不过说 其他的一些 你要吃的要好 吃的要这个琳琅满目的 那可能有有些产品 它是要从国外去进口过来的 琳琅满目 有些中国水果 中国不产这个水果的 中国像牛油果 中国不产的 那这些东西是可有可无的 对吧 所以说 啊 这种说中国什么土浪 有问题 这都是扯鸡巴蛋 什么啊 耕地面积少 中国的农业这两天 最近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一直在修复 之前可能是有一些污染 但现在你去看看 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的郊区或者市区里面 都能看到白鹿了 那这这个土浪 如果说垃圾 会有这个白鹿出现吗 啊 是不是啊 动物的回归 代表着这个 啊 土地的这个干净程度 所以他这种讲法是 万万全全是在扯淡 扯淡 是无稽之产 这一种 粮食 占全球60%的储备 啊 还有一个就是应对 美国的这个金融霸权 因为粮食的结算 他跟 除了石油之外 粮食的结算跟美元呢 也是硬硬挂钩的 大家明白吧 全球四大粮商 几乎都控制在美国 又还有个法 法国路易维达啊 还有其他三大都都是美国的啊 这背后也又有很多 跟犹太金融票搞一起 你期货市场里面那些期货不都是跟他金融挂钩的吗 股票市场 对吧 还有还有期货市场 各位 那都是农产品啊 啊 他也是跟金融直接挂钩的 跟美元挂钩的 所以说我们主要是在购买美国的这些农产品 巴西的农产品 那也是美国门罗主义 这个制度下 很多美国公司有土地在那边进行这个控制 不是巴西自己控制的 是美国在控制他 啊 好吧 那么 这个消息告诉各位了 啊 我也解答了 中国缺不缺粮食 不缺 这是占备用的 啊 占备用的 好吧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门来一下 喜欢的 点赞订阅系统 谢谢 谢谢